大家好,欢迎来到三位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专注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养生健康,心灵陪伴。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三高仅是中老年人专属的疾病,但现在这些慢性病已经在逐渐年轻化,尤其是高血脂,已经成为众多白领一族常见的慢性病之一。 当下高血脂为何如此横行霸道?其实原因大家都非常熟悉。 高血脂如此普遍的三个原因 首先,出现高血脂的原因是因为患者血液中的胆固醇以及甘油三脂含量升高,导致血液变得粘稠,血流速度减慢,使得血管壁积压厚厚的油脂,令到血管变窄,从而引起大脑供血不足。 如果平时经常吃高脂肪油腻的食物,再加上缺乏运动,血脂便会容易升高。 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也正是如此。 平时大家应酬不断,大鱼大肉不说,还很少会进行锻炼。 如此一来,血脂就悄无声息地升高了,因此很多肥胖人士都是高血脂的潜在对象。 此外,吸烟和喝酒都会对血液产生不健康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吸烟的时候,血液中的固醇含量会明显增加。 也就是说,长期吸烟喝酒的人也较为容易得高血脂。 别以为高血脂只是一个小毛病,一旦将它放任不管,其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可是非常大的。 高血脂容易引发这些疾病。 第一,高血脂容易引发脂肪肝。 由于血脂增加,会使脂肪在肝脏中堆积,从而引起脂肪肝。 一旦脂肪肝继续恶化,甚至会引起肝硬化。 第二,高血脂容易引发胰腺炎。 这是因为脂肪的消化需要大量的胰腺分泌液。 一旦血脂不断升高,便使得胰腺液分泌更加旺盛,导致胰管的引流不畅通,促使胰胆管压力升高,从而导致蛋白酶的排泄出现异常。 最终令到胰腺泡破裂,引起胰腺炎出现。 第三,高血脂还会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譬如关心病、高血压、脑足中等疾病。 高血脂患者的血液粘稠度升高之后,容易形成小斑块。 当这些斑块不断增多时,就会堵塞血管,导致血管变窄,引起动脉周样硬化,从而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脂的危害这么多,固然人人都害怕,使得患者在生活中变得尤为的小心翼翼。 更夸张的是,不少高血脂患者,为了令血脂保持一个正常值,连肉都不吃了。 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血脂身高究竟能不能吃肉? 血脂身高能不能吃肉? 这种说法当然是错的。 而且错的离谱。 之所以很多人认为血脂身高不能吃肉,是认为肉类含有很高的胆固醇,会加重血脂的身高。 而肉类中的胆固醇,对于人体胆固醇的身高并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人体的胆固醇只有三分之一是来源于食物当中, 而另外的三分之二是由于肝脏合成。 如果单纯地减少肉类的摄入,并不会起到多大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肉类中不仅含有胆固醇,还拥有其他的成分,比如蛋白质、维生素等,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物质。 对于高血脂的患者来说,如果一味地抵制吃肉,长时间下去还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反而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 对于高血脂的人群来说,要控制的并不是完全不吃肉,只不过是要关心脂肪的摄入量,最关键的是要选择正确的肉吃。 比如说,少吃红肉,多吃白肉,例如鱼肉和去皮的鸡肉,不吃肥肉,尽量吃瘦肉等。 以上取历的这些肉类,不仅不会增加脂肪的摄入,还会为人体补充一定的营养物质,对健康反而有好处。 除此之外,血脂升高的人在平时的饮食中也要格外注意,吃对了才能让血脂降下来。 我们身边的不少食物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给味觉带来享受,又能起到一定的保健养生功效,甚至还可以辅助防治一些疾病。 像今天制衡要介绍的这种食材,它就被称为天然塌钉,适当食用,能活血化瘀,抗血栓,辅助预防心血管疾病。 餐桌上的天然塌钉,千万别错过。 他丁类药物和阿斯匹林一样,都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常用药物。 他丁类药物可以有效降低血液中的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质蛋白,同时还能升高高密度质蛋白,是一种较全面的调制药。 他丁类药物还可以抑制动脉周样硬化与血栓形成。 研究发现,在抗肿瘤,抗老年痴呆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而在我们的日常食物中,有一种食物就含有天然塌钉成分,它就是红曲。 虽然没有药物那么强大的功效,但相比之下,作用更为缓和,副作用也少。 不仅如此,红曲中还含有辅酶Q10,这种物质帮助心肌细胞获得充足的氧气,预防并缓解心肌缺血,心理失常,心脚痛等心脏疾病,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 另外,中医上认为,常吃红曲可起到活血化瘀,健脾消食,开胃等功效。 所以,常吃红曲于心脏,血管,肠胃健康等都很有益。 中老年人,高血脂患者等人群都很适合食用。 主食,菜肴里面加一点,好看好吃又养生。 红曲除了能做来代茶饮之外,还可以拿来做面食,烹饪菜肴,炖肉类,不仅能使成品的色泽更有人添加食欲,同时还能加强营养,使保健养生功效更好。 1.揉面时加点红曲粉 在和面时,加一把红曲粉,做出来的面点颜色红通通的,既营养又好看。 姜汁红曲汤圆 食材 200克糯米粉 5克红曲粉 生姜 做法 1.在糯米粉中加入红曲粉及适量白糖 加清水用力搅拌,活成软硬适合的面团 2.把面团分成大小相等的剂子,揉成汤圆备用 3.把生姜切末放入榨汁机中,加适量水打成汁,用滤网滤出渣子后倒入锅中 4.在姜汁中再加入少量清水,开火煮沸后,放入红曲汤圆,熟透后即可食用 早上吃一碗姜汁汤圆,暖胃,活血,增食欲 汤汁金黄,汤圆鲜红,美味又健康 玫瑰花馒头 食材 中筋面粉200克 酵母粉2克 红曲粉5克 做法 在200克中筋面粉中,加入2克酵母粉,5克红曲粉,10克白糖 用温水和成面团,然后包上保鲜膜醒发 2.等面团醒发到原来的两倍大小时,再继续揉制 揉到表面光滑后,分成10等份 用擀面棍擀成有一定厚度的面皮 3.将五张面皮错落相叠 用筷子在中间压出一道痕,然后卷成圆筒状 在压痕处,再用筷子压一次,用刀切开 4.把做好的玫瑰花放入蒸锅中 水开后,先关火,上发5分钟 然后用大火蒸10分钟 最后再焖3到5分钟即可 小贴士 家中没有红麴粉时,也可以用红麴米浸泡出来的水来和面 同样可以给面食上色 2.做饭煮粥时来点红麴米 红麴米是以仙道、耿道、糯米等作为原材料 用红麴菌发酵而成的米 它的吃法就更简单了 在煮粥时,在煮粥做饭时,替代部分耿米即可 红麴耿米粥 食材 耿米100克,红麴米30克 做法 1.将耿米和红麴米分别淘洗干净 2.在锅中先放入耿米及适量的水 等水煮开后再放入红麴米 小火慢炖20-30分钟至粥成 最后再加入少量红糖调味即可食用 此粥有较好的调制功效 同时还可以辅助防止产后恶露不尽 血瘀腹痛等症 不过,高血糖人群在吃饭时 最好不要放红糖 以免造成血糖波动 3.炖肉时添点红麴乳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红麴乳的红色来自于红麴菌发酵 所产生的红麴色素 所以它也含有丰富的红麴 适当食用有助于保健养生 红麴乳除了可以作为青州的配菜之外 还可以入菜 特别是在炖肉时 加一点能替代食盐 吃起来更健康 腐乳肉 食材 五花肉 腐乳 西兰花 生姜 辣椒 八角 做法 一 五花肉洗净后切成块 入锅加入料酒 生姜 辣椒焯一遍水 二 把焯过水的五花肉瀝干水分 另起油锅 下入五花肉 姜片 辣椒 八角 料酒 带肉煎到金黄色后 放入水 冰糖 腐乳 腐乳汁等 小火慢炖 三 西兰花掰成小朵 用水煮熟 捞出码放在盘中 再把炖好的腐乳肉摆在西兰花上即可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后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直行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